老人物将保护动物当成凤凰 饲养四年后 数量近超过40只 凤凰作为我国传统神话中常常出现的动物 身上总是带有很强的神秘感 不过在现实生活中 几乎没有人真的见过这种生物 但让人震惊的是 山西一位老人声称自己见到了真正的凤凰 甚至将其饲养了四年的时间 这究竟是怎么回事 难道自然界中真的有凤凰存在 事情还要从2018年开始说起 在山西省平路县的一个小村庄中 有一位名叫老郭的农民 他平时空闲的时候 就会带着自家的几只羊上山放牧 由于村子靠近大山 所以老郭对于能够看到野生动物 这件事情喜进习以为常了 然而就在平常的一天 老郭在放牧的却看到了 让他终生难忘的场景 两只长相奇特的鸟类正在山上栖息 其中一只鸟的羽毛颜色非常鲜艳 让老郭瞬间联想到了古代神话中的凤凰 老郭心中十分激动 但是却不敢上前打扰他们 只能躲在旁边静静地观察 一直到这两只鸟飞走之后 老郭才依依不舍地下山回了家 回到家中的老郭整天魂不守舍 他的儿子小郭询问之后 才得知父亲经历的事情 不过包括小郭在内的所有人 都不相信老郭真的看到了凤凰 毕竟这只是存在于神话中的物种 为了证明自己没有看错 老郭整天拿着食物蹲守在山头上 终于皇天不负有心人 两只鸟再次出现在了老郭面前 老人物将保护动物当成凤凰 饲养四年后 数量近超过四十只 一开始的时候 两只鸟对于老郭一直保持着戒备的状态 不过随时时间一长 他们发现老郭并没有伤害他们的行为 满满的一人两鸟的关系越来越清静 此时老郭已经下定决心 自己要肩负起饲养这两只凤凰的责任 然而当他把自己的决定告诉家人后 却遭到了一致反对 由于老郭的年龄已经大了 腿脚也有些不方便 因此小郭很担心父亲整天爬山会出现意外 不过面对家人的反对 老郭并没有直接放弃 他带着一大家子人一起去到了饲养凤凰的山头 由于这两只鸟实在是太漂亮了 让原本不理解的家人瞬间明白了 老郭想要饲养这两只鸟的心情 小郭此时也不好再反对 只能同意了父亲的请求 老郭获得了家人的支持后 更加认真的开始饲养他所谓的凤凰 不过这件事情很快就被村子里其他人知道了 甚至传到了更远的地方 吸引了很多人前来一堵凤凰的真容 有一位摄影师为了满足自己的好奇心 专门驱车赶到了村子里 然而当他看到凤凰的时候 却发现事情并没有这么简单 由于这名摄影师是一位经验丰富的鸟类爱好者 所以他平时经常会拍摄各种鸟类 而老郭饲养的凤凰 正是他曾经研究过的物种 名为红腹颈机 由于数量过于稀少 所以被列为了国家保护动物 不过红腹颈机的羽毛颜色鲜艳 也有人认为他们就是凤凰的原型 摄影师将自己知道的一切都告诉了老郭 而老郭非但没有失望 还十分庆幸自己将红腹颈机保护得很好 基本没有人敢伤害他们 老人物将保护动物当成凤凰 饲养四年后 数量近超过40只 老郭将这件事情上报给了野生动物保护组织 专家很快就赶到了村子里 经过一系列的考察之后 最终确认了红腹颈机的身份 然而让专家们十分震惊的是 一开始的两只红腹颈机如今已经变成了40多只 而这一切都归功于老郭的悉心照料 于是动物保护组织决定 让老郭继续饲养这些红腹颈机 还告诉他了很多饲养方法 并且在这里建设一个红腹颈机的自然保护区 得到认可的老郭心里十分开心 感觉自己身上的任务更加坚决了 村子里出现了保护动物 不仅村民们十分开心 甚至还有媒体和鸟类爱好者想要前来拍摄 对于这些人老郭可以说是非常欢迎 甚至还专门开辟出了一块地方 让他们免费拍摄 不过饲养红腹颈机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林夜局给老郭的补贴 他全用在了饲养方面 甚至自掏腰包补贴了很多 一些鸟类爱好者建议老郭可以收取一些费用 不仅能够更好地保护红腹颈机 而且还能够让自己有一些收入 但老郭却不愿意用这种方法赚钱 只是象征性地收十几二十块钱 还为前来拍摄的人提供食物和住的地方 老郭自从接手了饲养红腹颈机的任务 可以说是尽心尽力 就算生病也要交代自己的儿子按时未时 足以看出老郭对于红腹颈机的喜爱 相信随着更多的人参与到对红腹颈机的保护中 他们的数量一定会越来越多 本期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 对此你还有什么想说的吗 欢迎在评论区留言 居普文心争稿啦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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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